今天很開心,有很多立校會的投選人說了很多狗西的事情 我懂得功夫 有很多狗西的投選人說得很好,他們說很多狗西的事情 但是呢,除了要扶聲,要小聲一點,要小聲一點 我們選立法會議員除了要幫助地區事務外,還要幫助全國 剛才說得很好,說國民教育如果反對到底四個月很厲害 如果我想問,如果政府強行要推行怎麼辦呢? 民主黨、民協經常說理性保護,理性不保護,非暴力 但是很多非暴力的措施,他們又未必肯去參與 例如拉普,推公投,無限發言,拉普那些又未必肯去參與 然後我想問一下,民協和民主黨 如果政府強行要做點事的話,你們兩個政黨 是不是就是跳海,去佛派,然後說一句 今天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項,然後又會黑暗下去 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今天我們講青年教育 教青年當然是要教他們公民、公正、公義的事情 但是很奇怪,在2010年,民協和民主黨支持了一個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剛才他們不斷地批評,在鞭撻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其中一個成因就是官商勞傑 為什麼官商勞傑,正正就是功能組別,這個怪物在這裡 功能組別,今屆已經不用選了16個,自動當選 那就是說,無論你們民主派怎樣去爭取,怎樣去投票 怎樣關鍵小數,都是沒有用的 因為16票,已經給了他們,你一個點票 分數點票,你們一定過不了 所以,問題就是,如果是這樣,你們是不是真的搞些非理性 搞不搞些非理性的暴力呢? 你們理性的定義,是不是就等於和諧?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你教大家青少年人,教公義 但是你們為什麼支持一個不民主的政改方案呢? 劉慧經常說一人兩票,但是那一票,我們沒有這個被選權 又沒有這個提名權,那為什麼是一個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呢? 那第二個問題,再來一個問題就是 民主黨和中聯辦談判,我也有他們了,談判 但是問題就是,為什麼談過得工五個 加了五個那些功能組別,而是為什麼不改革功能組別呢? 為什麼這些是做不到的呢? 反而,行政長官選舉呢,他們就支持一個倒退的方案 我就是覺得很奇怪了 那之後,何俊仁和弘檢基就去,說突起這個小圈主的方物 但是最方物就是,他們兩個人在做什麼的 在這裡,梁家健之前,突起了一個方物 就是,他民意高,但是輸了給曾有權 但是,何俊仁和弘檢基的民意共得,又輸了給梁振英 那我想問,你突起了什麼方物呢? 你們一句都說了 我都不是想問你們什麼 因為你們很多時候,你們在大佬都說了 很盡人的,說要跟別人開節 然後我也有你們了 我也不知道你們這些小隔,或者 你們排第三、第四的態度怎麼回答我 不過我都希望你們想清楚就是 怎樣可以做一個有效的抗爭呢? 還有,是不是真的要支持一個 共北民主的政制? 但是你們支持了之後,你們可以怎樣呢? 謝謝你們 謝謝你 那我想問一點問多,先回應 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講長一點嗎? 我想,不是… 不可以講多一點 政改那個時候 我想,有一件事我們要承認 我們和2008年參選立法會 2012年普選這個承諾,我們是違背了的 這個是事實 劉慧卿也是報國協的 但是你說為什麼我們2010年都是要政改 其實那個政改方案呢,其實是混淆了很久 我們在黨內談過很多 也都是問過很多的街坊 事實上,在… 我想,你說是不是就是投票那一刻 已經分裂呢?我可以告訴你 不是 是在早幾個月之前 即是投政改早幾個月之前 其實已經是根本性分裂 那分裂是什麼呢? 是普選聯的一堆學者 還有民主黨也有參加,民進也有 還有這個民陣 兩個對爭取普選的策略上已經是分歧的 他們有一種策略就是 有一種不拘公平的形式 我們就是要普選一種形式 但是呢,另外一邊呢 也都是覺得這種不是有他的方式 他也覺得是透過談判 尤其是學者做過很多研究 還有葉建文、陳建文那些 做過很多研究 就是影響西南非 特殊的例子 都是說要托個談判 一步一步去拿到 所以你說,我覺得那個分裂 是在策略上根本性是分裂 那個已經不是在6月的時候 之後民主黨一直這樣去跟著普選聯 不斷拘捕那個角度去做 那你說,入到中聯辦談判 我想這個是給很多市民 亦都可能給他們 罵得我們最厲害的人 那個畫面是最深刻 這個我覺得是 作為第三、第三、第三 我覺得這個是包裝問題 多的是一個問題 老實說,我想說回一些現實的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記得五區公投 那時候五、一、六 所有的眼球是很好吸引你們 留意了公投是怎樣 最後17%這些結果不重要 但是我忘記你們記得 在五月中後期 差不多到六四 那一刻民主理神像的人捉了 有沒有印象? 有,好嗎? 那一刻民主理神像捉了到六四 那一段時間 新聞所有的 attention就放在那裡 但是專門那時候一直在同中聯辦 有幾個報告 到過中六月四日 四十幾萬人 那年就特別多了 因為二零一年 十一年 二十年都有十幾萬人 十五萬人 那年到又很多 今天又找了一、兩人 接著到突然間 又說起立 曾任權是敢出來起立 再搞一場同語的電腦 又是一個很吸引難求 Sorry 今天起談 那這段時間很多東西 所有的attention 傳媒的attention 市民的attention 全部放在被文主理神像捉了 六四 即是六四很多人 到之後 余宥明和曾任權騙論 這些東西 接著呢 到突然間余宥明之後 然後他們就聊 突然間就發覺 他們肯退了 然後呢 就已經就表決了 那一刻呢 給了很多的市民感覺 是非常之闖傳 我想這一個也是 我為什麼說 包裝的問題 就是 在這一刻的感覺 給人們的闖傳 就變成 可以 就是用了一種很TVB的戲劇 就是說 哎呀你出賣民主 你去密室談判 就是很多這些東西 我想說 兩個位就是 一就是 當初其實 對爭取普選的策略 其實已經是有分歧 普選聯浦民陣 第二就是 那一連串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一連串的事情 是安排 是有些人安排 還是 還是這麼巧呢 但是那個客觀現實就是 由五一六公投 前前後後 到到六月 即到民主黨真的談判 事實上 有很多東西 是distract了 media和public andcancel 這個是我想說的 謝謝你 幫助民主黨 對 那也說回 最初你也說過 國民教育 是我們年輕一輩 跟他們大老一輩 有些分歧之中 當然 這個一定是 但是 我又不覺得 學民思潮的那班朋友 是很激進的 我覺得他們都很理性地去爭取 做一下街頭簽名 做一下維亞政府 這些我們經常都有做的 我又不覺得他們真的 用一個很激進的方法 就做不到那個目標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 這個國民教育的問題 至於你說 在政治的方法裏 我相信是的 有人會走得前些 有人會走得慢一些 厚一些 你可以說我們不夠吉思或者什麼 但是 我們的民協的立場 就是去理性去討論 是嗎 在政改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的會 是討論了很多很多 當年我自己 即我都是中常委一部分 我自己都是反對 這個政改方案 但無奈那個會 是決定了 那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就是去順從那個會 我當年也都有份進去 所謂的密室談判 但是其實我可以真的跟大家說 其實進去是沒有話說的 我只不過是用我青年人的身份 我當年真的用 跟李剛去說 我們青年人上樓的困難 我們就是講那麼多 即我那個部分就是講那麼多 即我們完全沒有談過這些什麼什麼什麼 旁觀什麼 即大家可能可以不信 但是我相信歷史可以造正 不是說 我今天想取悅你們 所以我就是說 間隔還是沒有 因為這個是事實 就是有沒有 留下一個月後大家去判斷 只不過希望大家又去容納包容多一些 激進的我們都去包容 但是我們這些是比較理性些 我們講的就是寸土必爭 但是當年你可以不去通過那個政外方案 依然原地踏步 依然 你四年之後再來過 那現在再給你理不理 你可以一直都不做 那大家就停了在那裡 永遠都可以這樣 但是我們當年的討論都是 你要不要就是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會裏面有部分人說不要 有部分人說要 但是我相信每一個政團背後的決定 是經過很多的磋傷的 那現在我見到的就是 走得更加前一點的 就可以大聲罵我們 那只不過我們是 用一些比較溫和的手法 那就是要被人罵了 那我覺得又對我們有公不公平呢 這一點 謝謝 好 麻煩你 那可能就 政改會不會有候選人都想 好 那當然這些朋友 在這個地區論壇放鬆些 可以說自己心底話 那要抽他們 就留給佣粉抽他們 那有時候就 即是說少少 林主黨經常都說 就是他洗腦式的說話 就是和平理性飛過來 那這些是絕對洗腦的 因為說得多你就以為重聖 一定要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那其實如果你很有興趣 知道什麼叫和平 什麼叫理性 什麼叫非暴力 那我一些哲學的書 可以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那關於理性論述 就可以看一本書 叫做兩種自由概念 那它就會告訴你 就是絕對理性的社會 絕對理性的社會 是會變成什麼樣的 那另一本書 是講暴力的 那就是叫暴力論 或者叫論暴力 就是這個 斯洛文尼亞的哲學家 現世哲學家 就是齊澤克的 叫Violence 暴力 那其實你問他們 什麼叫理性 什麼叫暴力 他回答你不出的 最好看回哲學論述 看多一本書 始終要擴闊指示 看多一本書是好一點的 那記住 看什麼叫理性 叫做兩種自由概念 就是自由 那另一本書 就是齊澤克的暴力 我是人民力量 劉條偉 那就想說回 就是說 剛才民主黨他都說 那個任中聯辦 這件事是一個包裝的問題 那其實就 我覺得很有趣 那我想問民主黨 其實你的立場 是不是都可以包裝出來 就是這樣 如果你入中聯辦 是一個表態 如果剛才民主黨都說 我們進去系統 中聯辦一些工委 我們不會叫他們 政府中央官員 他們說是談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真的談一些事情 為什麼不可以走出來 在太陽底下 去光明正大跟他們談 為什麼要進去他們的房間 來跟他們談 就是功能組別最大的邪惡之處 就是在於他的黑相作業 然後你現在再用這個 黑相作業的形式 去反對他的黑相作業 這樣是不是一種精神訓練 你解釋一下 我解釋一下 剛才我先打咪 你可以先解釋一下 你這樣說 돼 她自然 先打咪 我是給你 打咪 射割